深水埗有洗街车和巴士相撞 二十多人受伤 超息说伤者包括两个五岁和六岁的小童 洗街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 下午大概四点半 深水埗玄州街和桂林街交界 一架洗街车拦腰撞向一架六号线九巴 巴士车身塌陷变形 车窗玻璃碎裂 洗街车车头挡风玻璃也损毁 伤者中大部分是巴士乘客 多人在现场等候救援 有人头部受伤 有人被抬上担架床送丸 又坐在巴士上层的乘客说 怀疑是洗街车收制不及撞到巴士 巴士停在这里 下面的车可能流下来 可能踩出油门 我坐楼上第一个 我逢是坐巴士 我肯拿着流走 因为一旦车一旦车 我驾着那只坐在玻璃那里 整个车都乱了 至少有十一架救护车到场救援 伤者分别送到明爱医院 和马嘉烈医院治理 洗街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 无线电视记者闪志报导 但是多久没有人员